这要拍下来吧 连华人超市货架上的货品 也都不见踪影 到底有多抢手 为了买卫生纸一看到有货 美国民众还爬上货架 抓着卫生纸不放 另外有人把整台推车 堆满了将近二十包卫生纸 不止美国西岸 就连东岸状况也很严重 各级学校陆续宣布停课 民众不止抢购食物清洁用品 连枪支销量都增加一倍以上 这凸显出美国医疗体系 明显缺乏危机感 因为在美国医院工作十多年的护士 对照台美防疫态度 发现大不同 缺量缺物资再美的台人 充满不确定感 当务之急就是只能先自保 董事新闻郑永生留意 在台湾岛